做8杯西瓜牛奶汁需要3公升的西瓜汁 那么做25杯需要几公升的西瓜汁 请用小数记看看 这一题跟刚刚那一题的差别指在于 做8杯西瓜牛奶汁要用的是3公升的西瓜汁 那请各位同学先试着算看看这一题 等一下画面会自动暂停 各位同学算完之后再按下播放键看看正确的解答 好我们一样先画个简图 我8杯西瓜牛奶汁需要用掉3公升的西瓜汁 而我现在要做25杯 每8杯就要用掉3公升的西瓜汁 每8杯就要用掉3公升 每8杯就要用掉3公升 所以我现在把每8杯当成一组 也就是说每一组我就是用掉3公升 那我25杯可以分成几组 所以我就把25去除以8 算出来是3.125组 每8杯是一组 所以我25除以8等于3.125 那根据题目告诉我们 那根据题目告诉我们 所以我就把3.125组再乘上3公升 就是9.375公升 因此这一题的答案就是9.375公升 各位同学 这题你算对了吗 这题你算对了吗 这个问题是2公升